大家好,又是我馮伟光和大家评论政局的时间 当然大家喜欢我的评论,请大家订阅和分享和留言 加上右下角的小钟,明天我再有片出的时候,系统就会通知你了 今天大家一定是很关心人大在3月30日对基本法附件1和附件2的修正案 这个我称之为330修正案,这个是会载入香港的历史史试测的 因为透过这两个修正案,即将附件1和附件2,具体来说就是行政长官的选举办法 以及立法会的选举办法,以及立法会的表决的程序,将它修改之后 我们的政治制度就会避开了以往出现的流动 是有机会和很大机会是由乱入治 以及将来的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就会更专心去处理香港的深层次问题 这有什么不同呢?在3月30日前和3月30日后的选局委员会 或者香港的政治制度有什么不同呢? 当然具体就是3月31日才生效的 但是3月30日通过之后大家知道只差24小时一定会生效的 好了,最大的不同就是人数 选局委员会以前只有1200人,现在就有1500人 另一个不同就是选局委员会以前只是选特首 接着那五年就基本上没什么做的了 除非真是不幸运,不知什么事出现了特首要重选的 否则那五年选局委员会就只顧虚限,没什么特别的事做 但是现在就不是了,现在选局委员会 他们会负责除了选特首之外 他们会选出40个立法会议员,这是第二个功能 第三个功能就是他们会负责提名立法会议员 因为第一,无论是传统功能组别或者是地区直选 他们都会去找选局委员会在每一个界别里面 拿至少两个提名,然后不多于四个提名 即是说你至少有10个选局委员是来自五大界别 然后或者不多于20个选局委员都是来自五大界别 这样来去支持你,那你才可以去参选立法会 那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是选局委员会 因为他组成了这批人,只要他代表性够强,均衡参与的话 他能够透过堕耳的方法去显示到全香港集体意志 或者最大公约数的意志 所以我们的选局委员会是如何构成很重要的 而今次全国人大常委是想得很仔细 我都说是有高人在里面 他想到由我们一向的工商界 以至到一般的基层市民他都包括了 而更重要的是他都因应事局的情况 他加上了一个中资企业的代表 这是重要的,以往我们的工商界就被传统的一些工商人士 或者以往英知流利的人士 垄断了工商界的话语权或者代表权 那现在是要把它放回正 那当然总会触及一些既得利益的 但是社会要进步呢,这是无法避免的 另外就是我们以往都会有三种委员去产生 这个选局委员会的,一个就是选举出来 比如说教师、律师、工程师 他的界别一人一票损 第二就是一些当年的委员 譬如全国人大、立法会议员 以前是七十席,现在是九十席 都是当然委员来的,现在都会有 第三就是一些提名的委员 譬如说宗教界有六十席 六大宗教可以提名他的委员 譬如这个天主教我听说他抽签 基督教我自己的教徒我参与竞选 就是报名之下就是合资格的教徒 他愿意去投票他就选出来 当然这样选的话一定是知名的一些 长老级的人马才可以选到 我这些普通的教徒我没有人认识的 就选不到的 当然我不是在那里抱怨 只是说给大家知道不同的制度 是会出到不同的人 现在改善了之后呢 就会令到那个制度更加有均衡性 因为譬如说他在其中一个界别 关于那个基层的界别那里 他会有这个各个区的灭罪委员会 防火委员会和地区事务委员会的成员 将他可以提名到那些人进去 那变成了那个选举委员会 就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 你唯一可以救病的就是 可能没有这个大专生的或者中学生的代表而已 不过当然他们很多都未必刚刚十八岁 我觉得少了这个界别 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整体呢 香港你所想到的界别 几乎是无所不包的了 所以我觉得呢 将来那个选举委员会 是会真的能够有比较好的代表性 所以我很期待呢 这个选举委员会 成立了之后 未来呢 我们有三场选举 选举委员会 立法会和行政长官选举 然后香港呢 就能够又乱入志 大家呢就是专心处理一些 我们深层的问题 譬如最近 全国政典副主席 梁正英这个前特首呢 又说了 我们下部的问题可能就是 真的要解决这个 房屋问题 土地问题 是会有些人要 有少的利益要牺牲的 但是为了整体社会的利益 是有需要这样做 好 今天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为止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